静节我老婆凑热闹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起初我不屑一顾 但观察发现这玩意儿还挺智能 他先用激光传感器扫描房间箭图 然后以供自行路径清扫 好奇之下我仔细观察这个机器人 只见它的正面安装了激光传感器 肚子里安装电池 驱动电机和吸尘组件 一步前侧有个扫地边刷 可将灰尘毛发送到带滚刷的吸尘口 还有一个万象轮和两个独立驱动的轮子 共同支撑机身 通过驱动轮差速旋转进行前进后退和转向运动 后部两个托步片旋转时 摩擦力的反扭力举会将其推动外扩 一旦托步碰到障碍就被顶回 从而实现自动贴边拖地 虽然看起来挺巧妙 但机身在墙角处旋转时 边刷和托步都会留下明显死角 并且吸尘口的滚刷也容易缠绕毛发 导致扫不干净 更致命的是 每个托步片的面积约120平方厘米 但重量只有700克 因此拖地的压强仅580帕 这点力度如同隔靴搔痒 遇到稍微顽固的污渍就很难清除 而且每擦拭一处就会返回机站清洗拖步 我在旁边看的是无比捉急 因此必须改之而后快 为了提高拖地力度 根据压强P等于下压力F除接地面积S 首先就将拖步片换成长条形的滚筒 使出地面积缩小到26.25平方厘米 并配合智能压控技术 可将滚筒的下压力增大到10.5牛 使对低压墙大幅提高到4000帕 这比我使蛮力拖地的力道还要大 终于可以轻松擦除地面丸子 再给机身内安装清水箱和污水箱 同时滚筒上方设置16孔喷林系统 让清水箱的净水持续均匀浸润脱步 当电机以每分钟200转驱动滚筒时 就可实现脏污滚筒的高速转洗清洁 另外滚筒上还有个紧贴的金属刮条 以横压刮及表面残留的污水 并回收到污水槽 最后通过敷压泵不断抽进机身内的污水箱 这样只需污水箱存满 再返回机站自动抬污水灌清水 就可实现强力横压活水滚筒洗地 不仅如此 滚筒还需要在驱动组件控制下进行无极外扩 其作用是当机身走到墙角开始自转时 滚筒能够适时自动伸出覆盖死角 实现对墙角伸出的最大程度擦洗 接下来对滚刷易缠绕的问题 我们打开滚刷组件盖板 将普通滚刷取出 替换成V型直毛胶条滚刷 同时在灰尘吸气口处安装V型尺输 当滚刷旋转时 一旦有毛发缠绕 就会被V型直毛胶条推动向中间汇聚 等汇聚的毛发转到后方 又被尺输分离散开 这样毛发就在不断汇聚和分离中变得松散 同时还被胶条推动的两股气旋冲撞 于是松散的毛发在强吞流的冲击下解除缠绕 并被1.3万帕的高负压集成盒强力吸走 这样V型滚刷就在尺输和对撞气旋 以及强负压吸气的配合下 实现了高效防缠绕强力吸除 最后将固定的边刷替换成 用驱动组件控制的摆动刷头 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应对死角 当机身到达墙角开始自转 刷头就可在驱动组件控制下适时伸出 扫除整个墙角 配合自动伸缩的洗地滚筒 二者就共同实现了边沿和转角全覆盖的双横贴边扫脱 但是想让边刷和滚筒自动协调伸缩 还需要在机身侧面安装双结构光传感器 借此获得对侧面空间的三维全向感知能力 以控制机身的最佳贴边距离 以及边刷和滚筒的转角双横贴边动作 同时为了更准确见图 规划路径 识别障碍及污渍 还需要给机身正面换上AI摄像头和高精度的机械扫描激光雷达 这一番改造后 扫地无死角 拖地超干净的机器人终于诞生 这就是全球首款横压活水洗地机器人科沃斯地宝X8 它具有对付丸子的4000%高压活水洗地功能 还有清扫边沿 墙角石 边刷与滚筒调动作的双横贴边技术 以及1.3万帕负压吸气的气旋齿疏防缠绕技术 配合自动换水 集沉和充电的智能基站 以及ANA2.0人工智能导航模型 科沃斯地宝X8 不管怎么看 都堪称近乎完美的扫地机器人 事实际上的耳朵